我就想找一個吧 不藏心眼 不管有多有少 咱倆就在一起 就是有話就說到明處 對對 互相得到信任 互相得到信任 你其實人吧 我認為 就像他們都理解錯 其實後半生是最重要的 對呀 你年輕了 你奔波點兒 那都無所謂 就老了 你就說有的男的 還要厚到一起 防賊一起 防盜子 你說把那房子給兒女 是這個那的 最後你房子 咱們找你 我就說一個最簡單 因為我現在做護工 我明天就上護 就趟上醫院 我一個小時十塊錢 我一天一宿二百四 就是我這個我不幹了 我可以上家到四千五千 我都給他看 我專門有家人去 啊 一直在幹呢 啊 那你現在 姑娘兒子 我兒子 我倆兒子都成家了 你說 倆兒子 你看 我看出來 我聽的話 有壓力 他要沒壓力 他不可能把握 像我們這個孫兒子的老年 就得在家 高興興的生活 有個伴兒出去天天多年 鬧了磕 出去旅遊 現在我正大孫兒子 我開三千八個 我錢有夠花 我這錢幹啥用的 我有錢去旅遊 養身體 對 現在咋的 沒有那些慾望 再去拼命 再去拼搏了 你有老保 錢有夠花 找一個伴兒 就高高興興 想這麼活 問題我現在我買保險了 我的工資 我一年全買保險 我三萬多保險 商業保險 理財的保險 還有一個重大疾病的保險 我買了七八份 所以說我就得出去幹 就是因為保險 我要不插著保險就不用 孩子都挺省心的 我就是我自己管我自己 王大姐之所以現在還很拼 並不是因為兒子帶來的壓力 而是他每年要交三萬塊錢的理財保險 等老了後自己也能多個保障 白大哥心中的顧慮打消了 但接下來當他們聊到彼此的生活習慣時 就讓白大哥再次有了新的擔憂 對 我只好和他相反 我一直貧血血壓低 我必須得營養 我吃不少素 我要能吃素 我剛離婚前我都能出家 但我現在吃得少 我現在我也控制 我現在也要少吃點肉 我得要求你對方的 就說 就不是絕對吃肉 就是吃肉少一點 今天還要求吃素 這一點 他也吃得不多 我覺得這一點你會建議 他不是那麼少 他吃都愛吃肉 他說不吃肉對身體不好 你有身體需要 白大哥希望找個吃素 或者少吃肉的老伴 雖然王大姐也說 自己會盡量控制吃肉 但白大哥卻覺得 既然王大姐是因為身體需要吃肉 那麼在實際生活中 要一直少吃肉 是很難做到的 最終就因為這個吃肉的問題 兩個人沒能走到一起 咱們見到這個圓